美股分析Horizon Investment Services执行长Chuck Croson表示 市场陷入一场拔河 有些投资人似乎越来越担心利率升更高高更久 而多陀则认为我们也许已经看到修正 可以开始从这里起涨 Edward Jones资深投资策略师Angelo Kourkovas表示 在一个利率升更高高更久的世界里 不用急于大举进行拉回买进操作 这就是市场在未来几个月必须面对的事 周一美股主要指数小涨 能给市场回稳带来一些希望 Angelo's NC的资深投资组合策略师Tim Krisky表示 这波修正可能触底 近来市场陷入震荡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联准会及联准会要做什么有关 然而在10月进入第三季财报季之前 市场可能陷入中性走势 企业财报可能是利空 但也可能是大利多 所以有一些钱正在场边等待